蛋炒饭是一道简单的美食 越是简单的美食 越是考验功夫 怎样做到粒粒分明 饱满檀牙的蛋炒饭 下面您看好了 蛋炒饭离不开香葱 咱把精选的香葱 给它切成葱花 香葱的搭配也很讲究 葱白 葱叶各一半 咱们选择四枚普通的鸡蛋 先把两个蛋清取出来 放在米饭上 蛋黄 蛋放 再把剩余的两枚鸡蛋 打入碗中 那现在把这个鸡蛋打散 有条件的可以用苦鸡蛋 现在我们把蛋清和米饭给它拌匀 这个米饭要选择隔夜的米饭 起锅烧热 加上花生油 这个油要宽着点 咱给它烧至五成热 边搅动 边下入鸡蛋 炒鸡蛋一定要注意手法 勺再旋转 鸡蛋细流 鸡蛋盛熟之后 犹如均匀的桂花一般 鸡蛋炒透 咱就可以给它盛出来 沥油备用 现在另起锅 烧油烧至五成热 咱们把刚才拌好的米饭下锅 米饭充分炒散之后 咱们把鸡蛋放入锅中 炒米饭也有技巧 三番凉炒 不断地旋转 这样米饭才容易炒散 普世无华的蛋炒饭 只需要来一点盐来调味 最后 葱花撒在里面 翻炒均匀 鸡蛋好菜 每日更新 为您的美味生活 我这么猜